无论是山坠 恩雨不会变 每日降在你身边 恩雨和路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Becci 李碧琪 在嬷的时候已经开始在肩浸长大 后来到中午就在肩浸受浸 但是一受完浸没多久 读大学了太多东西玩 所以就已经离开了神 直到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困难之后 神终于就说 女儿快点回来 所以经历了不同的奇迹之后 终于到我拍《等一个拥抱》这个电影 就遇到第一首歌 就是《镜像三部曲》的《记忆的碎片》 所以从那里开始 神终于我很多不同的经历 到今天我做完第三首歌 《向明日干杯》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也很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 《向明日干杯》 在小时候 其实很早 父母已经整天都冷战了 所以这房子其实整天都很安静 我们就惯了很安静 所以这房子可以除了吃饭 睡觉 除了洗澡 之外 是完全没有声 那 我就变成了一个很安静的东西 因为家里这么安静 也这么冷 所以大家的感情 就算我和哥哥都比较疏离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但后来我看回很小时候的照片 发觉这个女孩常常不笑 原来她常常负口负面 但我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朋友 就是因为 不是一个嘻嘻嘻的妹妹 所以这个是 最初我会知道 第一个对我的影响 后来她们就开始吵架 吵得很厉害 每次吵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害怕 我会害怕到 入了床之后 找个皮套住自己 我每次听到吵架声 都会有那种 心里面突然很害怕的感觉 但是不知道害怕吗 在很多的不明白里面 其实 我常常都很希望得到答案 没有人会跟我说 为什么 所以我变成一个 打烂沙盆吻嘟嘟 什么都很想知道 全部都要讲道理 一个孩子 我嘴都可以 说话说得快 所以博嘴最擅长 所以其实很狠狠 爸爸妈妈 其实都会觉得 这个孩子很难教 是我们是读一些很好的学校 但是我们的成绩都是很好 但是我会和他们有很多的斗争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很需要尋求真相的一个人 而令他们很困难 可以想像得到这么麻烦的一个孩子 就一定会被人打、被人骂 我会说我慢慢学习到 息事令人就好了 只要我快点认错 那他就会快点不出声 只要我快点做完他觉得对的事 那我就可以不用再受了 但是孩子有点怪怪的 就是无论如何都好 你都不想父母分开 有一次我考试考得很好 他们答应了带我去海洋公园 谁知道我们去营教会回来的时候 爸爸还没准备好 于是他们两个大吵架 吵到妈妈会进去厕所白门 然后我们开始听到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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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園才會喊家喊到這裏 其實是否我的錯 這些全部都是慢慢地影響我 究竟如何看我自己 有甚麼價值 所以這些記憶的碎片 其實一直都在影響我 我也不知道 其中一個家人 經常覺得我很反叛的原因 是因為我睡不著覺 因為我是一個發了很多夢的人 是好像睡完後沒有睡過覺的 甚至很多時候的夢都是很恐怖 又或者是一些我會預知的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 有一晚突然間 我發現有個龍捲風在我的窗口 衝過來越來越大的時候 整間屋子震到我旁邊的書架上的 那張照片掉到地上然後破爛了 那張就是我們的全家福 不知為何很害怕 因為那個風蓋過我之後 我不知道去了哪裏 醒了的時候 不停地在哭 我很不想破碎 很不想家人不破碎 真的很快 家人就說他們要離婚 那我就開始了單親的生活 我記得是應該十歲左右在教會 一個暑期的兒童夏令日營的活動裡去認識他 主要是他媽媽跟他一起住 其實關係上也不是很親密 他媽媽對他的哥哥和對他有些不同 所以他很多時候都要自己去做 其實內心是相對… 我覺得他是比較孤獨 他覺得好像在家裡沒有人去支持 沒有人去疲惡 沒有人去疲惡 我覺得去到今天 他仍然在這個孤獨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實上周旋 所以他未完全被治療 他生命最大的改變是 他現在開始會躺開自己多少少 去跟人分享他一些心裏的感受 在信仰上他到底可以在他音樂裡去感動多少的人 影響多少人的心呢 這個是他現在做多了好多的 不單單是一個performance 演火給沾濕過後 不可再燃點 拿起合照 不可再燃點 第一部曲《幾億的碎片》 其實就是電影《等一個擁抱》的一首歌曲 這首歌曲出現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想過 和我應該是有什麼關係 只是一個長口 覺得他很需要出現這個音樂 誰知道 神的時間是完全在我們計劃之內 第一次我收到劇本的時候 一邊看一邊哭到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在電影裡 有妹妹和有姐姐 我發覺妹妹的角色 就是我當時的心態 姐姐的角色就是 或者可能是將來的我 但是我現在是要演將來 放手之後的那個我 其中一個長口就是陳友哥 他是電影裡 腦退化症的爸爸 他和大女兒 就是當時我演的恩樂 有一個很特別的相交 就是對著大女兒說 對不起你原諒我 忽然間崩潰了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我是想聽 我以為我都不記得不需要 但是原來我是想聽的 原來我聽到的時候 我是有很大的感受 而這個感受 我發現雖然說出來的 是有歌 長口是電影 但是我知道 是從神而理的給我 一個很大的釋放 是他去提醒我 原來我是需要 我不要避免自己的需要 或者感受 不過可能有一天 我真的會聽到這句話 而神也都為了要安慰我 讓我走出這條路的第一步 而讓我學習什麼才是放手 原來當我們很勇敢地 去面對這些碎片的時候 今天的我再看回 跟當時的感受已經很不一樣 就會是得到醫治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很希望 藉著這首歌曲 讓很多有記憶的碎片的人 知道 其實不是不能回頭 時間不能 但是你是可以 學習勇敢去面對這些碎片的時候 然後終於你可以好起來 好 好 我和他認識大概十多年前 我們在2019年拍攝這套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邀請他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他家裡的背景是有一些類同的經歷 當時我有些奇怪的事 我們拍攝有幾個場景的時候 他受的觸動是很強烈的 特別有一句說話就是 戲中的爸爸 因為他患了一個老人痴癌症 他不認得這是他的女兒 不過他對著女兒說了一句對不起 其實碧琪當時很觸動 在剪片之後 我們配合他那首《記憶的碎片》那首歌的時候 我們聽到的時候真的很觸動 原來其實他透過那個虛擬的爸爸說的對不起 他好像放鬆了 令自己放鬆了那些執著 那些不開心的記憶在裡面 其實我們覺得神有自己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神職 神也不僅祝福看這個電影的人 也祝福了他 對 還有那些人面 靠著少年者 而來深刻戰艦 世界開始對立 明明人在境內卻至一切雙方 曾一傷過的一秒間競片差 風光轉眼盡破冷暗 雷湧著那刻快閉起雙眼泡 懷疑留在鏡女 最小聽我呼吸 不知道 只敢說 針釀消化 鏡中的你好媽 其實在2022年的2月就已經錄好多 想不到到我錄完歌之後 到2022年的10月 我就去讀了一個 Elijah House心靈治療的課程 在這個課程中開始讀的時候 我發覺它真的很像一塊鏡子 去看看究竟我自己以前是怎樣 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正正就好像那首歌 鏡中的你好媽一樣 但整個時間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才發覺我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是跟那首歌所說的一模一樣 而讓我對這首歌有更深的認識 因為其實在鏡子裡的那個我 我可能有很多時候 我都是看不到自己究竟有什麼缺乏 甚至我把那些很多心靈的困難 或者陰暗 放在盒子裡放在扔下的那些東西 究竟是什麼 可能我已經忘記了 更加不會知道它是怎樣影響我現在 我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感覺好像是神一直揭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當時我已經拍了那個封面 那個封面就是我有一塊鏡 鏡裡面有個盒打開了 然後有一些碎片出現 但是神就已經一早給了這個inspiration 到我到這個課程打開 那一頁的其中一頁 就是有個盒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的寶物 那個文字就在說 如果我們的需要是得到fulfilled 我們是可以得到愛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心靈的寶盒裡面 將這些寶物拿出來 去祝福其他人 以前我是為了得到他們的attention 今天我不再需要 因為神給我的價值 是我是女兒 突然間忘記了 因為當初那個都是女兒 但是她要不斷地證明 今天我發現 這個女兒原來是不需要的 我其實真的已經跟她同行了這十年 初初認識她 覺得她是很聰明 很漂亮 但是當再跟她談 我發現原來生命裡面 她願意跟我分享 她有很多掙扎 破碎 那一刻我覺得 主在我心裡跟我說 你跟她同行 她需要人跟她同行 其實我那時候都會有很多 我跟她兩個世界的人 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我怎麼可以跟她同行 但是主要說不是 一個生命就是需要一種同行 來去看到她 真的有一個不同的改變 所以當我跟她一起 花了時間去討告 真的在神裡面去安靜 去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哭 我發現是她的生命 然後慢慢慢慢 其實在那個陪伴和同行裡面 她拿到那個前行的力量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她在她人生 很多低谷的時候 她都跟我說 我想放棄 但是我發覺 在上帝裡面 我們就是在那些很 很難過的位置 再次找到力量 繼續向前行 走吧 時光重要 頭醉 再珍興 去到向明日乾杯 Be Healed 這首歌就是 我們可以進入去 釋放我們的心靈 去得到醫治的這個部分 不過其實生命之中 有一個守護的天使 她是我姨媽 她在很多困難裡 都是陪我一起度過 甚至我所有的比賽 唱歌、表演 她都是唯一一個 跟我們在一起 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五月的時候 我要去以色列 臨許之前她中了COVID within五天 她失去所有的知覺 昏迷 然後我 懷著一個很擔心的心情 去旅程 在旅程中 其實我經常都靜靜地哭 直到去到橄欖山 牧師說 不如你們安靜一下 你們到處去 雨神將雨 於是我們分開各自去安靜 見到到處的鳥語花香 因為姨媽對植物 是最有興趣 突然間我又想回她 突然間全身震了 然後不斷在那裡 開始喘氣 很想找些東西扶住 但沒辦法的時候 我突然間在我高頭看到 我剛才看完她的那張床 旁邊 神就站在那裡 跟我說 I'm here with her I'm here with her I'm here with her 說了兩遍 我那刻 直接完全崩潰 會不會她就是要帶她走 我愛她是理所當然 我不捨得她走 是很應該的 但是原來 就算我看到神 站在她的旁邊 我仍然是傷心 我仍然是很痛 就是因為我愛她 已經是偶像化了 大過我看到神 和她在一起的那種平安 李璧奇 你信了這麼多年 你告訴這麼多人 你是要愛神 為什麼到這一秒鐘 當你要選擇你最愛的東西 和神的時候 你發現了原來不是 我立刻向神祈禱 希望祂願愛我 但是我知道 神不是說 要你們遵守很多事情 你要這個世界 只要愛我一個 因為這裡只有我這個神 如果我持續 我對姨媽這個感情 她會離開 我會倒下 但是我持續 神的愛 因為祂是永遠的 祂永遠愛我 祂還會永遠保護和安慰 奇緣圖到最後的時候 我問 可不可以讓我去完 以色列回來 先呢 結果我回來的時候 終於 我可以再有機會去探望祂 祂 祂終於眼睛開了一點 聽到我的聲音 忽然之間 在一個暴雨之後 我們一起見到彩虹 我立刻拍完之後 給她看 你看看彩虹 大家真的很開心 而那一刻 我跟姨媽說 是啊 我們會約定 這個彩虹 就是給我們一個 很真實的約定 無論你會去到哪裡 我們都會再見 不斷靜 朋友慶祝乾杯 年年大沉重 變受慶 最後 我去拍 向明的乾杯 這個MV 的那一天 我把 之前的那些故事 說一次出來 那一刻 我都有點開始 要是recall 我發覺 是啊 我都要把握這個信心 雖然我很擔心 她會離去 但是有四小時後 她就真的離去 神的奇妙就是 我是用回我自己 說出來的說話 去安慰回我們自己 我知道你的legacy 就是要祝福其他人 所以我也都知道 藉著這個 這麼特別 神的計劃 我以後 就要將這個愛 這個祝福 帶給最多的人 在最後這一首歌 說的是釋放和醫治 我在以色列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幅圖畫 那幅圖畫就是 馬赫福音的第五章 一隻手伸去耶穌的 那件衣服那裏 就是說 只要我碰到 我就可以康復 魅神說 你的信救了你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渴望 得到醫治 而我們其實都很懷疑 究竟會不會真的康復 我今天想告訴你 是真的可以康復的 六岁还是六十岁 神都可以带你一起回去 医治你 令到你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所以在我借给姨妈的 最后一段文字里面 我说 你的爱 他的旨意将会成全下去 但因为我知道我们会再见 所以我们先向明日干杯 我有千百种心情 无论你笑 无论你笑 都想听你心努力静 如果这夜 阳气的角形暗磨叶 人生经过 我成长在冬天 明天总有明日全在星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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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